為什麼放凱拉?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啦 就是 凱拉在打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關啊 我想一下 他裡面有連續都是先攻的 你用凱拉比較容易 拉回來 凱拉你要把技能儲起來是很難的 他難度在這裡 6回合 應該還OK 我們撐一下就可以了 撐過了就是你的 因為我忘記凱拉是短CP的 嘿嘿嘿 欸 穩喔 凱拉應該穩穩的喔 我覺得 對啊 欸 穩穩的欸 真的穩穩的 機動換你後面也可以 都可以 再用手動卡牌發會最大效益喔 喔 凱拉短CP真的很好用欸 真的 OK 欸 快咧 脫脫啊 還拉開什麼什麼先攻夾 什麼後攻欸 什麼3000欸 蛤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啊 不是後攻3000嗎 什麼先攻後攻的都沒在 沒在把他操幹啦 真的 真的沒在甩他的 這邊我是建議放印記啦 我建議啦 過來 這隊剛好都練滿 帶你出場 好漂亮喔 有沒有覺得這隊我玩起來也是超輕鬆的 你配隊隊型跟剛剛已經不一樣了 你光靠凱拉那個什麼先攻不先攻 你根本 沒差 真的沒差 喔 那印記還是要繼續疊喔 這邊的話 我個人建議是開個龍科 啊 沒切好 我就不用欸 我就不用欸 我就不用龍科了 要combo說我就夠 好嗎 你可以算一下啦 我想說快一點 你自己抓一下 自己抓一下手感 那個這個 你說問我問我問我 我怎麼知道 這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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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很能教欸 五顆喔 不要讓印記斷掉 因為我現在 血量 不會是問題 所以 就沒差了 下關不怕 真的 這關不怕下關不怕 下下關也不怕啦 都沒得怕 真的 哇 我印記要斷 那冰凍都無感 我跟你講真的無感 我忘記兩秒轉珠欸 我就跟他路過去欸 呵呵 很簡單兩系就可以了 不能一系喔 一系也系喔 一系又變六系喔 被垂三系喔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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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為什麼他沒扣血啊 因為我剛剛沒有9C 來啦 真的很強啊 我 OK啦齁 沒問題吧 爽打齁 氣墊地位用差 因為他短CD 短CD結板 比較安全一點 CD8有點長 這隻只有CD6 一回合剛剛好 真的是剛剛好 這邊你看喔 我的水珠是不切 是不削的喔 注意喔 我是不削的喔 做一個這個 有切的動作 噢 噹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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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開 好 一樣 這個雖然說有兩顆 可是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就讓他兩顆 噹 空轉 噹噹噹噹 空轉 噹 空轉 我讓他再吹一波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開嘞 然後 將這概念看著懂喔 左右各切 你看 他希臘有兩把劍 我了解喔 等一下 我剛剛是不是做錯事了 我好像是不是應該 做點什麼 過來 做什麼 開龍科啊 一波七吧 各位 阿妹 無視控制 欸 阿妹也不能啊 阿妹又不是控制 就跟那個沒關係 對啊 撲 Netz 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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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槍 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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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沒有 學起來 有沒有 不然間覺得騎下變好輕鬆 那個仙光真的很機車拉